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净土宗的人 把自己的内心准备好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怎么把心准备好呢 在楞严经里面 佛陀开始我们 我们要做两个工作 第一个 安住的问题 菩萨云和硬住 你安住了没有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 掉幅的问题 你是不是内心真实的掉幅了 那么从楞严经的开始 佛陀是先处理安住的问题 因为这是根本 我们一个修行人 最大的障碍就是不得安住 我们一般人的相貌是这样 我们一个明了的心 跟外面的人是接触的时候 由于过去的善恶业力的推动 会产生一个感受 善业力强的人 他出现快乐的感受 他看到人都很高兴 他看到每一件事情都顺他的心意 善业力强 我们一般人 罪业重的人 看到什么人 什么事都不满意 这个人内心有罪业 那么这个感受的下一个阶段 就产生很多的想象 然后 我们的心就住在自己的想象 安住在妄想 这是我们众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我们每天都做功课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起起伏伏 有时候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有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因为你住在妄想 妄想本身是和外境是互动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你完全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活在一种被动状态 外境让我们快乐 我们就得快乐 外境要让我们痛苦 我们就必须要痛苦 因为我们完全做不了主 所以 我们临终的正念 就充满了不确定 要看你的福报 看你的因缘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出必有因 这个不安稳性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住错了地方 我们不应该住在妄想 所以 佛陀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菩萨不要住在想 应该住在心 把心带回家 你要安住在 一面明了的心性 众生本具 诸佛所证的一面心性 它是离一切相的 它是不与一切万法为伴侣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从假入空 就引导一个菩萨 从一个假明假象的因缘当中 回到一个清静的空性 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菩萨在一面心性中 如实地安住 安住以后 接着呢 就从空出甲 掉伏 菩萨远离妄想以后 开始重新 又面对妄想 所以我们在对峙妄想 不是马上面对妄想 不对 遇到妄想 马上处理妄想 这个是错误的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住在 妄想来掉伏妄想 这是不对的 先远离妄想 观想本来没有妄想 它只是一个 因缘和合的假象 你远离它以后 你安住真实的心性 然后采用法门 断恶修善度众生的 善巧法门 来对峙妄想 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 遇到事情 不是马上处理 愣眼睛 不是马上处理 先把自己的心安住 要养成习惯 你自己安住了 因为你遇到事情 马上处理 你很容易被你的情绪锁转 所以 你看我们一生 很多事情做后都后悔 没有安住 没有安住 就做掉伏 次第错误了 所以 我们先把自己的心 带回家以后 然后再来看 人世间的因缘 如梦如幻的因缘 该怎么做 你还怎么做 你这个时候 没有个人的爱憎取舍 完全没有 你在用你的法门 该断恶 该修善 度众生的方便 去做掉伏 所以我们要加强 我们心灵的力量 就是安住跟掉伏 两件事情 人世间的诀论 都是准备的 我待会 是不可能 老海